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,更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意志,更是表明了人民的心声,国歌也是一个国家的缩影,其意义至关重要。 你知道日本的国歌是什么吗?只有28个字的日本国歌将它翻译成汉语之后,人们才了解日本人在国歌中说了什么,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胜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。 世界上最早的国歌起源于荷兰,名字叫做威廉颂,1569年,荷兰人民依靠这首歌,推翻了西班牙统治者的压迫,从此之后,世界各国也开始制定自己的国歌,日本的国歌最早可以追溯到1869年,在此之前,日本并没有所谓的国歌,明治维新之后,日本从农业国家向着现代化国家迈进。 此时大量的西方国家的人来到日本经商,这群人中有一位英国军乐团的教师,名字叫做约翰·威廉·芬顿,此人可以说是日本国歌的启蒙者,在与日本军乐团交流期间,他听说了日本居然还没有国歌,当时的西方国家受到荷兰的影响,早就有了自己的国歌,英国也在1840年左右将天又无王,制定成国歌,约翰当即向日本强调了国歌的重要性,并提出可以为日本的国歌谱取。 日本军乐团中有一位叫做大山岩的上尉军官,他的文学修养非常高,因此编写歌词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头上,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,大山岩从创作出了第一版的《军之代》,只不过因为时间久远,第一版的《军之代》,歌词已经被人遗忘,而约翰所谱写的曲子也因为演出时缺少庄严感,最终被要求更改。 此时,这首歌尚未被认定为日本国歌,1880年7月,日本著名音乐家早红盛从传统音阶中获得灵感,对《军之代》进行的新的谱曲。 当年11月3日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日,这首歌也在这一天在皇宫中响起,从此之后,这首歌就成为日本国歌,在民间也受到了日本民众的广泛认可。 但到了1882年的时候,日本文化部提出要将国歌进行修改,国歌的标题被定为明治宋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这首新的国歌并没有被创作出来。 而这也是日本最后一次创作国歌,从此之后,《军之代》就成为日本的正式国歌,日本也于1999年制定了国旗国歌法。 目前,日本规定,在法定节假日和外宾到来时,都要演奏日本国歌,日本的传统竞技项目相托,也会在颁奖前演奏国歌。 除此之外,日本中小学的入学仪式和毕业典礼,也需要齐唱《军之代》。 从出版《军之代》被创作以来,日本一共对其进行了四次改版,并且这四次全部是在明治初期进行的,因为创作时间相近,因此并没有人还记得前几版《军之代》的歌词。 对于国歌而言,自然要让它拥有振奋人心的作用,更是要让它成为每一个国民的精神,但日本的这首国歌,却仅仅只有28个字,翻译成汉语之后,意思更是非常直白,《军之代》的原文为《军代》、《千代》、《八千代》、《细史》、《严》、《台生》。 它的汉语语文目前有两个版本,翻译过来也只有28个字,非常简单明了,这首歌的中文翻译是,黄作连绵西九长,万事不变西悠长,小时凝结成延西,更延伸绿台之响。 说起来就是,日本天皇统治的时间悠长,万事没有出现过变化,一直从小时变成巨岩,巨岩又生出青苔,从表面意思来看,日本国歌,就是在歌颂日本天皇,更是在对日本天皇统治的一种肯定,用如今的目光来看。 这首歌的封建味道十分明显,有很强的封建色彩,但实际上,这首歌其实也是唱出了日本皇室的历史,更是在表明日本天皇万事一系的特点,作为日本国家的象征,日本宪法中明确了天皇自古以来都归属一脉,虽然从联仓幕府时期开始,日本天皇的权力被架空了长达682年,但随着明治天皇继任,大政奉还也让天皇再度掌握了实权。 如今日本的很多政策,实际上都是在明治时期出台的,在日本人看来,明治天皇为日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,尤其是明治维新,让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,军之代,作为明治时期创作的国歌,其具备的封建色彩,至今为止还没有消散歌词中的第一句。 翻译过来就是,天皇的统治将会传递千代,截至目前,日本天皇已经传承了126代,这句看似是在祝福日本皇室延绵不息的歌词,实则蕴藏着其他含义,这里的千代并非特指一千代,而是希望日本皇室能够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。 一方面可以认为是,日本皇室的传承悠久,使得小石头都成为岩石,以至于岩石上都长满了青苔,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也是日本想要对外扩张的野心,日本将自己比喻成一块小石头,通过不断地吞并,让自己成长为一块大岩石,更是要让这块岩石上长满青苔,这句话中的青苔, 其实可以理解为日本民族,也在寓意让日本人口增长,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意思,才使得第一版的军支代被取消,原因就是这版国歌的曲调太过轻快,如果用这种曲调唱出来,很难理解其深处的含义,更不符合国歌的庄严,而随着这首国歌的问世,日本的狼子野心也开始显露出来,军国主义也正是在日本发展,使其成为二战中作恶多端的侵略者, 在这首国歌的背后,还有着很深的历史事件作为推动,从事件来看,日本国歌创作于日本明治初期,此时的日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,在长达六百余年的幕府时期,日本的实际掌控者并非天皇,而是幕府将军,天皇在这段日子里如同傀儡一般,一直到黑船事件的爆发,使得得川幕府走上末路,经过大声奉还, 日本明治天皇最终将全力握在了皇室手中,就此迎来了日本的新时期,1868年,年仅15岁的明治天皇提出了富国强兵,职产兴业,文明开化的口号,这也标志着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, 与此同时,伴随着封建主义与侵略性的扩张也开始了,从明治天皇亲征以来,日本迎来了迅速的转变,长久不变的土地政策也在他的手中更改,当时的日本开始向着欧洲的发展模式转变,更是将东京定位了日本的首都,此后,日本开始无限制的扩充军备,海军将领川村淳一提出的八年造舰计划,也得到了明治天皇的肯定,从当年开始,日本的烟酒税收上涨到2400万日元, 以攻击海军造船之用,如此庞大的经济,对于日本来说是难以承受的,明治天皇还专门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日元,也表明了当时对海防的重视,而发生在1892年的一件事,更是让明治天皇坚定了扩充海军的决心,当年7月,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前往日本横平,同时还将北洋水师的两艘船开到了日本,作为当时全球排名靠前的战舰, 镇远号和定远号深深地刺痛了明治天皇的心,随着日本军备不断扩张,自身的问题也开始显现,资源的匮乏,让日本需要尽快地对外发展,朝鲜也就是这个时间被日本占领,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,镇远号也被日本掳获,此后,日本就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,在日本海全间沙俄舰队,迫使沙俄战败求和, 这时候的日本,已经成为全球八大强国之一,也使其成为世界瞩目的新秀,军制带,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,这背后的历史,其实也在暗示着明治天皇的野心,传承千代的想法, 实则是想要让日本实现扩张,进一步提高日本的资源掌控力,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美国专门对军制带进行了审查,认为这是一首鼓吹军国主义的歌曲,不符合国情的意愿,但因为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对,这首歌最终被保留下来,如果从国歌的层面来看,军制带,其实和大多数的国歌,有着共同的意思,都能凝聚国民的意志,但如果将其放到创作它的那个年代, 这首歌自然也就背负着特殊的含义了,只有短短28个字的军制带,对于日本人来说,不仅仅是一首国歌,更是表明了他们对日本皇室的忠心, 长期以来,日本皇室的神秘色彩都让它的统治更加牢固,但到了今天,这首歌也不过是一首普通的国歌,也需要每个人认真的感悟,去理解其中的意思,如果只是一味地将它复杂化,那么自然也就失去了原本的含义, 盘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,国号的命名,有以下几方面的讲究,第一,国号命名要有乾坤之气,要带有昌盛向上的寓意, 第二,中国传统文化都讲落叶归根,不能忘本,国号的命名也是统理,要体现出不能忘本的情怀,第三,国号命名要强调传承,是中华正宗,不是凭空产生的, 第四,国号的命名要能顺应民意,收买人心,了解了国号命名的一些讲究之后,接下来对于各朝各代的国号的由来,就比较好理解了, 从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说起,秦朝的先祖给周朝王室扬马有功,后来被分封到一个叫秦的地方,秦国以帝名命名, 直到七百多年后,秦国灭六国一统天下,建立大秦帝国,都还在一直保留着秦的国号,秦灭王以后,刘邦建立了汉朝,之所以定国号为汉, 主要是刘邦被项羽分封为汉王,把汉中和蜀地封给了刘邦,为体现汉室有传承和不忘本的,因此以汉来命名, 经过近三百年的南北朝大分裂,杨坚创立隋朝,一统天下,杨坚在做皇帝之前,继承隋国公的爵位,因为隋不吉利, 因此建国后改为隋,以隋命名,唐朝差不多一样,李渊在起兵之前,做了隋朝的唐国公,建国后以唐为国号,唐王后陷入五代十国的混乱之中, 赵匡印因之前,做过宋州节度史,陈侨兵便当皇帝后,以之前做过官的地名,名称为国号。